一座与世隔绝的大山里 长时间大雪封山没有食物 这里的居民却从一户变成九户 什么信念让他们坚守于此 一位普通的藏族大姐 却经常跟着边防官兵巡逻边疆 她又有怎样的承诺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卓嘎的守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信念事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 себя 喜望 对手 公民业在一起 所有圣场——拜显 checking 这是2014年9月20号 飘扬在西藏山南地区 郁麦乡的边境线上的歌声 这些歌唱得不专业 但是歌里饱含着情感 而这样的歌声经常出现在 这片人烟稀少的大山里 他们是郁麦乡边防派出所的边防警察 和自发前来跟着一块巡逻的牧民们 在人群当中有一位女性尤其引人注目 她是郁麦乡的藏族大姐卓嘎 要说卓嘎大姐和郁麦乡的关系 那渊源可就深了 从山南地区龙子县出发 数不清翻越了多少个山头 我们终于来到郁麦乡 郁麦乡是位于喜马拉雅山南路的边境地区 海拔3565 这里虽然雨水充沛 地却掌握不出庄稼 因为在这里边 就是说这个郁麦乡那个气候 加这个地理的环境 它好像是说一些植物 或者说一些农作物 它不能生长 生长的话好像也不能结果 由于我们这儿气候条件 还有土壤原因 一般不长什么那个粮食度 还有那个果实之类的 所以一般只能靠运输 在郁麦乡 这里的人们主要以牧业为主 他们吃的粮食都得从海拔 5000多米的山外运进来 每年11月过后大雪封山 要到来年的七月 积雪才能融化 在这之间的半年多时间 郁麦都与世隔绝 一年大概有半年多 都属于那个封路阶段 只能靠那个马 还有牦牛之类的拖出来 把东西从外去拖过来 我们要翻这种雪山 把它把这些机场的运营 翻这雪山大约 基本上得四五个小时 郁麦乡是中国人口最少的乡 全乡乡民共有九户三十一人 1962年以后 一批批的人来过郁麦 但因为忍受不了 大雪封山后的寂静 又一批批的迁出去了 以前历史上最多的是 二十户三百多人 因为民主改革之后 各地方条件都逐渐好起来 所以大部分都迁出去了 1983年 政府考虑到这些困难 将郁麦剩下的三户人家 搬到山外条件较好的 三林乡曲松村 但在曲松只住了一个冬天 浊嘎的父亲桑吉曲巴 又带着家人回到郁麦 在副乡长达桑的翻译下 浊嘎大姐向我们讲述起 那段日子 最终生活艰苦 但是他父亲经常晓得 这个地方不能让 也不能搬 最艰苦也得人在这 继续生活下去 1983年至1996年间 在全乡 1976平方公里的辖区内 只居住着一户三口人 即卓嘎一家 父亲桑吉曲巴是乡长 两个女儿是乡名 县里决定成立 郁麦乡人民政府之后 由于我们乡里只有一户 所以拼我 他父亲担任第一任 郁麦乡乡厢长 从此学域高原上的 这一家三口人 守护着祖国 1976平方公里的疆土 因为交通还有 道路方面的原因 生活还算过去 像一般生活在那种 饥饿还有温饱之间 中间那种过渡气 食物也不充足 就那种过程 那个时候你们 就一家子在这么大一个地方 那个时候你们觉得孤单吗 有时候想那这么大地方 他一家人住在这 确实感觉到寂寞 但是听他父亲说的话 他就觉得有点那个希望 他父亲常说 就那个 要建在这儿以后会变好的 记忆的大门随着 灼嘎的讲述慢慢打开 有一天 父亲丧吉曲八翻箱倒柜 找出了一块红布和黄布 姐妹俩以为 父亲是要给他们做新衣服 高兴的欢天喜地 在篝火边 父亲认真地比划着 剪裁着 第一面国旗是他父亲亲手做的 那时候他还想 不知道是在做什么东西 后来他父亲说这是国旗 他才意识到这是国旗 第一次见到这里国旗 才有这个印象 这一天起 玉麦香的上空 飘扬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而当年的小卓嘎也跟随父亲 在这片边疆上边放牧边巡逻 他经常跟着父亲去巡逻 他父亲经常教的 他说那个 那一带属于我们中国地方 不能让别人侵占一分一母 就这么教育他 尹封飘扬的五星红旗 让大山里的姐妹俩 从小就懂得了什么是国家 国家就是五星红旗 国家就是脚下的土地 他们从小就懂 守护脚下的土地 就是保卫国家 1996年 桑吉取八老人退休了 大女儿卓嘎接过了父亲手中的红旗 担任玉麦乡乡长 这一当就是15年 不管玉麦是人口多的发展 多么发达 道路多么便利 不管是10户 20户还是30户 还是他们家一户 必须得坚守下去 第二任乡长的植物 就交给他了 投资给他了 这家人的举动感动了别的牧民 从1996年开始 更多的人搬进了玉麦 玉麦乡迎来了三天覆地的变化 那哪怕层只有有 层相当主要也只有他们 觉得那个就一样好邻居一样 都在相互帮助一样 感觉挺好的 以前他们搬过来说 搬过交通也不同 人口有点少 但是现在的话跟以前变化有点大 道路也方便了 人口也变多了 觉得那个生活越来越好 2001年 政府修通了玉麦 通往山外的公路 这一年 卓嘎的父亲桑吉曲巴老人 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安详地去世了 2006年 政府全额出资 为玉麦乡的居民们盖了新房 随着人口的增多 从1999年起 玉麦乡开始在一些重要的日子 举行庄严的申国旗仪式 2011年 玉麦乡边防派出所挂牌成名 也在2011年 当了15年乡长的卓嘎卸任了 看着越来越好的玉麦 卓嘎心满意足地回到牧区 继续放牧生活 卓嘎大姐平时最喜欢干的一件事 能够留下开始开心 能够留下开始开心 没呢 开始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开心 现在开始开心 最喜欢就是挤牛奶 还有放牧 在政府的惠民措施下 卓嘎大姐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意 以前说了嘛 只有五头牛 四匹马 现在生活变好了 有一百多头猫牛 还有那个家里摆设花 现在跟以前没法比较 卓嘎大姐有三个女儿 她们现在都在外地读书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 有了自己的规划 她去女儿了 回乡了 但女儿都不停了 女儿 她那个大人说 一定要上学 自己找那个工作之类的 女儿们的决定 让卓嘎大姐有些许失落 女儿们也劝卓嘎大姐 今后跟自己到山外 过更舒适的生活 可都被卓嘎拒绝了 她忘不了对父亲的承诺 忘不了对这 1976平方公里的责任 如今只要有空 卓嘎就会去边防派出所看看 因为她在那个牧场那边 就是离那个山头也比较近 然后有一些信息 或者说一些 就像类似说 一些情况什么的 也可以就是说 即使我们反应 玉麦乡边防派出所 共有14名冠病 主要负责边境的治安管理 和边境管控 卸刃后的卓嘎 也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 一直牵挂着边疆的守护 副主长 副主长 外边有人找你 好嘞 好嘞 副主长 请您收拾 哎 杜华大姐 你好 你好 女儿吃 身体挺好的 杜华 一大早 杜华大姐就来到玉麦乡边防派出所 你这次过来有什么事吗 大姐 我们可以用来和他一起 那两个主要叫 女儿的大姐 就是爹地 就是说那个最近 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 还有那个 你们什么时候去巡逻 叫上他一下 还顺便出点力 我们呢 近期 就是明天吧 要下去巡逻 然后咱们一起吧 副所长张树哲 答应明天带卓嘎一起巡逻 这对于他们所有的人来说 都是一种习惯 卓嘎似乎已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第二天 卓嘎和边防派出所的官兵出发了 玉麦乡方圆1976平方公里 边境线79公里 这样的徒步巡逻 每次需要至少十天 我们用三个伤口 平均离我们派出所 都是说在三十公里以上 我们要是说 一次安全把这个伤口 巡逻走一遍的话 大约里需要十天 然后他们去了时候 就带一些快损水 那些压缩饼干嘛 然后就去那里带一些 在山里面再去 我们村特别多 由边防战士联防队员 组成的巡逻队伍 跋山涉水 全副武装的队伍后边 跟着一位穿着 变装的藏族大姐 可是这样的画面 却显得尤其和谐 在深山里巡逻的日子 是枯燥而紧张的 十天里可能见不到一个人 吃不上一口热饭 也可能会碰到 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 在休息的时候 巡逻队就会拉拉歌 调节一下气氛 于是便出现了片头内容 他做大也给我的最大的感受 就是一个老百姓 然后一个乡看部 然后能这么执着 我们作为穿着这些衣服的 变黄军人 就是宿边的主要对象 更应该说在这里边 发扬那种老西藏精神 为了有效地管控好边境线 一个方面我们强化了边防的军警民的联防机制 第二个方面强化了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个方面是坚持了群防群制的这种机制 通过这些机制的建立 我们边防一线的防控工作 做到了人人是哨兵 生产是执行 放牧是巡逻 称称是堡垒 处处有防控的防控格局 从而阻挠了边境防控的钢铁长城 卓嘎和边防官兵他们在哪 卡口就在哪 哨所就在哪 他们共同谱写着玉麦的荣耀 也捍卫着国家的安全 守护着边境的安民 在卓嘎大姐的带动下 守望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玉麦乡 方圆1976平方公里的 9户31名玉麦人 他们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神圣责任感 他们知道守护土地就是守护国家 他们知道留在这儿就是守卫我们的国土 他们知道玉麦的每一个人 都是国家的坐标 而今天的玉麦也让卓嘎感觉到 好像是跨越了千年 他说他会永远留在玉麦 因为他相信玉麦的明天 会跟山外的世界一样精彩 而他将会是见证者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 18岁脑瘫少年 为何会住在自己家门口的玻璃柜里 亲生母亲和继父 为何会不顾众人的非议一意孤行 这个曾经几乎要分崩离析的组合家庭里 每个人又面临着怎样的煎熬 敬请收看到的观察 玻璃贵男孩